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5月8日的一日之內 竟然有10名警察被捕 分別有2人涉及兵毒案 另外8人涉及打爛深水埗露宿者的家黨 先講講兵毒案 今天再有一隻督察及另一隻散仔被捕 連同較早前被捕的兩條警察 一同是隸屬於西九龍總區反黑組 事件當中警察一共檢獲大約25公斤的冰毒 實情這四個人全都是豬兜 現在抓到的只有四件 到底會否再加上去還未知之數 算他這四個人合謀才計算 警察之前賭獲了毒梟 說296公斤的冰毒 總值是1.58億 除了他大概是53萬1公斤 現在檢獲了25公斤的話 大概是1300萬 他們自己不是去做拆架 找了一些不良分子來賣給他 在這種情況下 價值至少打折一半 當他只剩下650萬 請問一隻警察分得多少錢 怎會這麼看不開呢 老實說 如果干犯這麼嚴重的罪行 可以坐牢很久 原來就是大家分了六百多萬 現在只剩下四個人 不知道還會不會再加上去 反映得出 這班警察的信念和價值觀 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原來為了賺快錢 只剩下這麼多的快錢 每人分得百多萬 就可以去干犯這麼嚴重的罪行 即是說 你們什麼都做得出 有沒有受過教育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廉潔 百多萬 前途盡毅 百多萬是一個什麼觀念 你這班警察 平時如果不是有示威 在警察局裡 就沒有工作 行必又說不去 這不去 那不去 那不去 全部都大食懶 已經每個月在賺三四雞的工資了 竟然為了百多萬的快錢 可以挺而走險 到底這班人在做什麼 這班人有沒有道德教育 當然沒有 不用問 這個切問而已 好了 這班人鬼迷心笑 另一班人又怎樣 另一班更差 這些完全是沒有利益的 在搞什麼 就是在二月份的時候 有一班警察涉嫌在公園那裡 嘔打露宿者 和刑事毀壞露宿者的家當 打爆人家的椅子 這些完全是什麼 叫做損人不利己 請問對你有什麼益處 之前那四個警察都說 挺而走險去賺快錢 現在這八個警察 再加上之前拘捕了一個總共九個 喂 這些在做什麼 完全是惡霸行為 剛剛才 人家睡街已經夠慘了 煩了你什麼 那時候 要不需要這樣去拆毀人家當 好了 當中有一個人要稱讚 我們是其是非其非 現在要是其是 這個就是社會福利界的立法會議員 邵家遵 他幫這班露宿者討回公道 協助這班露宿者和康民署 作出了多番交涉 要求看公園裡頭的閉路電視片段 康民署本來徵詢了法律意見之後 已經安排在上個月去看片 但因為警察臨時反對而取消了會面 現在相信就是警察看完相關的片段以後 察覺得到 喂 原來真的有份去動人 真的有份去打爛東西 於是才會拘捕其他八個人 如果不是拘捕來托嗎 好了 邵家遵就說 以他所知 涉案的整隊人馬已經拘捕了 應該就沒有留 他就說 這個情況真的得來不易 如果不是他們一直堅持要看片 按捉程序去申請 而且計劃啟動司法程序 又得到傳媒高度關注事件的話 相信警察是不會有所行動的 他就說 相信CCTV的片段 一定是拍得非常清楚整個警暴的過程 啊 真是好事 多得你 邵家遵 你幫這班老宿者討回公道 堅持要看片 才使得這班人誠之於法 千萬不能因為怕麻煩 或者是嫌浪費時間 嫌這個程序繁複而有所退卻 否則是等同助長這班警暴行為 所以邵家遵和這班老宿者 他們的堅持是值得市民的贊同 好了 然後邵家遵還說到 他不會放棄繼續翻看片段的權利 一來就要證明沒有其他警察涉案 二來看片也是露宿者應有權利 他就說 涉事的警察至今仍未被檢控 未定罪和判刑 事件未結束 各界不可以鬆懈 說得真是好 昨天5月8日 單日已經抓了10隻警察 計算一整年 最少有18名警察涉嫌違法被捕 鄧炳強大署長今天發布了一份內部公告 實情他就想借機 趁現在這樣抓了小朋友 就想幫警隊洗白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這份公告是怎麼寫的呢 他就說 香港警察一直忠於使命 第一句就已經說謊了 為了維持香港的治安和守護法治 就揭進全力 可惜當大部分同事都全心全意為社會抗政時亂 賣力與市民攜手抗疫之際 警隊內部竟然出現了害群之馬 大家聽不聽到他說什麼 他說是害群之馬 現在這隻鄧炳強 正正就是將這班所謂干犯了罪行的警員 是邊緣化 告訴市民 其實這班只不過是害群之馬 什麼叫害群之馬 即是在一隊人裏面只不過是佔極少數一小撮人 這就為之害群之馬 實際上你警察裡頭 乾犯惡行的就比比街市 怎麼會是害群之馬 如果按照七警案和朱經緯警示案的判刑標準 你那班警察平時走去示威現場執勤的時候 是又打不是又打 全部被傳媒的鏡頭攝錄了 你那班警察就要求神拜佛和祈禱 即是希望在你們死之前 共產黨不會塌 或者共產黨不會出賣你們 供你們出來祭旗 否則有時間你們去提心吊膽 以為就這樣可以逃脫嗎 以為可以沒事 不用負責嗎 發望告訴你 現在需要用到你的時候 當然告訴你什麼都可以 到時候就什麼都不行 你們自己記住這件事 你們努力點打 告訴你 好了 現在鄧炳強就說這班 即是所謂的害群之馬 其實也是借機把這班警察 平時在示威現場他們的惡行 暴行 是正當化和合理化 因為鄧炳強只會視這些涉及到冰毒案等等 其他無關示威的案件 才算是違法的 原來平時在示威現場他們做什麼 都不是違法行為 邊商就是鼓勵他們這樣做 而且是合理化正當化他們的行為 接著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這些害群之馬 就蝕毒執法者的神聖身份 知法犯法 尤其是過去兩天 警隊裡有成員因為涉嫌販毒被捕 嚴重打擊市民對警隊的信心 令警隊過去的努力 幾近付諸流水 身為處長 為這班害群之馬的惡行 令警隊蒙羞感到憤怒 更加是為了其他同事的血汗 可能要白流而感到痛心 你PK等 對不對 什麼叫神聖身份 一味就吹噓自己是嚴正執法 是法治的捍衛者 其實在裏頭很多人都是知法犯法 告訴你 好意思說自己是康政時亂 你說什麼 鄧炳強 在示威現場對於市民 記者急救員動操 蝕辱 這些叫康政時亂 有沒有搞錯 懂不懂成語 康政時亂 這些叫做 賭亂社會 告訴你 原來平時走進商場 拉起封鎖線 叫市民回家 說人家干犯限聚令 三個人都可以干犯 原來今天在IFC 我建議那三個年輕人不要交罰款 一定要抗爭到底 根本上就是屈錢 明明今天已經放寬到八個人 要你的所謂限聚令 怎麼三個人都拘捕 你是不是吃錯藥 我建議那三個年輕人 一定要堅持看片 商場一定有閉路電視 他們去光顧蘋果商店 一定有閉路電視 不用怕 看帶 告訴你三個人都會誣摩 所以你們這些傢伙 根本上就是賭亂社會 不是康政時亂 不要搞錯 現在想借著這些 你的陰謀很簡單 就是要借著 現在拘捕了18個警察 證明警隊內部有害群之馬 一樣都會把他緝拿歸案 只不過在示威現場干犯的惡行 新屋嶺那些又怎樣 警署裡頭又怎樣 那些不用計算 攻打中大又怎樣 攻打理大又怎樣 全部都要計算 那些不是康政時亂 不要考慮這些傢伙 借著拘捕了十幾個警察 就可以在市民心路中 重建你所謂的神聖執法者的形象 你正在發夢 鄧炳強告訴你 想借機打算翻盤嗎 想創你的心 不要想多拘捕幾個警察 就可以重建你所謂的形象 可以洗白得到你的警隊 就算你拘捕陶輝莊定賢 偉華高也沒用 不過最好你多拘捕 拘捕多一點 市民又開心一點 不過你不用想著指意翻盤 不用想著洗白得到警隊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